酱油豆酱味噌干香之道 酱油豆酱味噌除了黄豆小米小麦米等都是按低酸盐溶液 完全靠黴菌的微生物蛋白质水解酵素 经过淀粉的糊化叶化糖化醇化纸化等一系列的发酵作用 一方面可以保存食物 另一方面可以美味食物营养食物 酱油豆酱为了防腐甜度都维持在18% 而海水的咸味含只有3.5%而已 还有一些苦的盐乳在内 也就是海水苦咸的原因 目前味噌酱盐度到15% 因此都需要放在冰箱冷冻保鲜才不会变质 但并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可以吃的安心 安全酱油豆酱的用料生产都要遵守老祖先的法则 黄豆和小麦的配比各占50% 而食盐的浓度21%才能生产发酵酱油 如此也才可以引起大家的食欲 去入各种营养才有健康的经历 至于日本蛋口酱油 浓口酱油 两者盐度相差2% 事实上 蛋白质经微生物发酵后熟成岸基酸 而岸基酸会因脱碳酸发生部分岸类 这会让我们舌尖对咸胃麻痹 日本喝的味噌汤因其寒暗泪多 人们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过多身体所需的盐分 酱油豆酱 味噌是东方人之主要调味料 目前为了健康起见 检炎之风很盛 实际上 美国人从1954年就开始提倡检炎饮食 因为高血脂及脑疾病而病死的人数日增 美国现纳的手册上 绿化钾 氧化胺 柠檬酸 磷酸盐 肤酸等与盐混合的盐类 尤其有检炎酱油 甲离子特多 对肾脏特别不好或洗肾的人少吃 一般人每天吃 时刻 不摄取过量 小贴事 少吃纳护健康 我们生活中其实有许多纳含量极高的食物 除了腌制品以外 火锅料及柠檬汁等也含有高量的纳 民众要注意一天的摄食量 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